星期日,沙田日赛 冠军高手对对碰 两大前领骑士,潘顿和莫雷拉 最近投马数字此起彼落 战方非常紧臭 加上他两个骑身姓马成绩一枝独秀 这次赛事一于厚实他们的新姓座骑 第10场山班1400米 爆章,今季大爆发 对上四场跑童情全都赢了 这次又可否在莫雷拉跨下 继续破顶呢 潘顿方面 第11场山班1200米的小太阳 赢完之后,无论操练和试集 潘顿都一手包办 这段短途新贵 有没有克服升班的考验呢 密切留意,星期日沙田日赛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组着先机》 赛事来到第75个回合 也是5月份最后一次的赛事 5月31号安排了11加1的赛事 给大家全草地 由于有一场海外转播赛事 就在第5和第6场之间 即是2.8个字 就会转播日本打比大赛 所以引伸到香港的开跑时间 头场都是12.3 赛道的选用就是B跑道的 由于11场都再一次提醒大家 更改大彩池 每次都计算一次 最重要当然是Malty 因为跟夜晚的安排有点不同 第一个Malty 45场 第二个Malty 700场 第三个Malty 10-11 其他的照顾 大彩池的累积多保 今次也会有 有两份要跟大家讲一讲 先来是3T 有190多万的累积多保 至于第三个Malty 亦有240多万的累积多保 这次也挺踊跃的 这个报名 六环彩就没有了 到目前为止 亦没有马退出比赛 骑斯形势方面 上次莫雷拉停赛传例地 结果田泰安和潘顿 都算挺帅的 两位都分别赢了三回合 最终骑斯王就是田泰安 这次继续 尤其是莫雷拉出回来 跑场数得多 骑斯王都是他们那几个前领的骑斯 机会很高的 每次都是这么说的 很难够他们数的 他们马又多 实力又够强 所以就算有一两只失手 最终都可能是他们成为骑斯王 停赛骑斯有一位 就是毛显东 其他联马斯 现在还是姚本辉 一直在带头 看看大摩又追到多少 都是最终一季 尽量都抢成绩 至于高东来 来地不行不行 又赢了几场给你看看 一直追上来 希望高东来都可以最贴一点 起码激烈一点 炒一炒的话题 希望都 特别的东西不多 看看马房表方面 姚本辉伟达 选择了 姚本辉差不多 一场都有马跑 是第二场 一、二场 五班千四的拆组 四、八场 三班千二的拆组 起码行不行也好 报了名 顶住了个位置 或者有些实力马出不了 可能又有好处 伟达马房 总数有七只正选马 部份都是有不错的能力 事不宜迟 看马 由第一场赛事看起 去过重发的马 分别有8号、10号和13号 活力宝区 4月19至4月26号 稍稍放缓那一刻 五班千四的长盒 二号马、暴风盒 状态一向都醒了 这次重大眼罩 5号平山新星初大眼罩 扎利有 8号电子传城初次榜利 9号马这只辣得真 眼罩有 亦都初次榜利跑的 先看这只超霸无敌 牛角仔第四位 白三那一匹 5月21号的泥杂 你都看到那个场地 当然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超霸无敌最佳的跑法 就是摆在前面走 它是小小的 你比较一下 在外面紫色衫也好 粉红袖也好 那些马是小一点的 回来就要轻轻松一下 不算散得很紧要 你始终可能有些马班数有别 牛角仔回一回很轻松上来 最出的那只 是的 刚才那组集 它都算是比较低分一些的马 所以都算试得不错 有前有后 复货这一货 就昨天早上 马都轻松 头罩交叉被枯 一向他神操是有这些配备的 这只暴风盒 老实说如果你拿回暴风盒 跟一会儿那些看过的马 即是每一只看 他真的跳得很整齐 很试正 那现在又搬担 又加上个眼罩 希望可以 但波剑士跳这只 这只保贝仪 这一货是今早出跳的 那这件事的操马 都是喜欢那些马 姜诚捉得紧一点 但都算是这只走得舒服的 有时会流到那些马都乱了 真的好像梁家俊 这样看下去 两个形态 万事恩 其实这些就一直维持着 差不多 没有什么很大的喜乐 就根本 你都要留意这些马 一个年纪它都去得 就是已经 开始真的大了 那这些就质身一点的平山新星 四岁马 它都是另一只落斑马 不过这些马来到香港 至今都没有什么特别变样 好像觉得它经常都是这样一样 分不断地减 好了 幸运快车 活力保驱在后面 都是5月21号场地 受到影响的试集 哇 那只幸运快车 这只应该是 见到不得了的马 紫色三个只在前面 那些活力保驱 其实之前流过鼻血 上次复出都不是很漂亮 不过你说有个大师傅 跑上一次 叫做好点 但是跑不跑得回 都不知道 神操 现在背上那只 活力保驱 一直都懒 一直都黏 是的 而且这只活力保驱 有一个最不好的地方 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是它整天都成为热门 你看到神操是黏一点的 因为神操跳 它是没有眼罩 走过就只有个纯字 其实这个活力保驱 超级炮弹 防山眼罩 扎尼 它的动作 因为它的体型问题 变得很高 那些脚 一向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看看这个试集 看到就是协霸神区 内側是电子传承的 5月15日的泡马亚地集 这一组集 其实组段是电子传承放的 差不多到了仰和阮湾尾 那么慢了 所以协霸神区就在那里 踩一油上了来 加上它又超高分 所以它就弹掉了赢 福善第二位 出来跑都可以 那么电子传承叫按住 赢了那些小岛移程 创纪录就不是很厉害的 那刚才那份大集 就5月15毫市 那当时都没有扎理 好了 你看到现在它不是跳得 好像很顺的 回到重化 1分16.4 不顺都不行 因为前中段快 又另一个试集 这一次赛事都很多集看 《勒德真》 《起跑》 《正本开心》 和《彬分晋奇》 5月19日的泥地集 《勒德真》在前面 它也是戴了眼罩去试 这个集是王浩南试的 最终就是给了死着风跑 它是一只很均速的马 所以你看到它出来跑 或者是试集 也是 它经常都是那个位 它不是特别变速的 中间粉红色衣 就是那只起跑 就顺着跟 《正本开心》 在它内侧 逐步都走上来 好了 再看看这只《勒德真》 以为 不过这个马 其实都很大转变 就是赢不赢 或者什么 另外一件事 起码乖了很多 反而这样 好像跑来跑去 也是差不多 又来试集 看见勇俊大师放掉了 后面红衣 铁蓝就运来威力 运来宝宜 接着就勇俊大师看回 其实来到这个阶段 已经没什么特别看头了 因为它已经跑掉了 后面那些有些是低斑马 有些是长途马 镜头最后那只 就是线路涌驱 出来它都可以 这位勇俊大师 其实他的问题 就是集商不是很好 但是上次都赢得到 他从发射入集会扭气 是呀 他也是一只皮绳 也挺麻烦的 是马来的 不过没说没说 就贴了一条栏 又能够 又耳套 又防沙 又扎尼 那便临着 走出来再看一看 接着又来试集 见到海船战士 后面就金钱帕马尔代夫 天地桥福 都是谷草集 这个谷草集 就是贵来最后一次 之后 这个季度已经不会再有了 海船战士在前面 就藍眼罩 去到直路都发了两边 叫做勉强赢得到这些集 其实水准就很低 金钱炮都不够小了 单条 但是他捉一捉一捉 都可以追上来 内则就天地桥福 就顺根 好,你再看看这艘海船战士 翻背那些步子 其实我一向都觉得是这样的 第一,他是较为撩身 接着那些步子跳出来 可能姜诚要顶得行 很不流畅 金钱炮这一只马 我们近期都经常说 已经是没有了以前那些 这么爆的镜头 他继续跳得快 但是现在的快 是要松住让他走 以前是拉到实 他自己做出来的时间 万里威洋里面 外面那只顶到 那只威力起 那只太猛了 其实万里威洋也不够火 我也觉得 看来这只运来威力 这一货是26号招跳 科里士的马 其实他也是一个壮年 但是来到香港 好像不是很适应 回到来头场 五班跑千四米 这一组其实都是比较弱 特别来到贵尾的五班 基本上能力好些的 已经上了四班 甚至有些可能已经在休息 那你剩下这一堆 可能大家都 鬥争了很久 奋斗了很久 都赢不到 整天都是这样的 那你近期赢过马 就是万事恩 但是万事恩 其实他不是赢千四这些路程 千四是会有一些吃力的 那我觉得长直路 他未必能够捱得到 互力宝区我又不一样 因为他经常都热不满 那就迫着选回暴风盒 其实招败无敌都不是很够把握 不过他落班 轻绑排内档 可能有条件搭够 你也不是说不喜欢活力宝区 都喜欢的 可能他在那里 有时令到其他马 会好一些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勇俊大师赢了那次 你还记得黏着困难 但是这次你弄了 今天当时很难跑 根本就是说真的 一堆都不懂得赢的马 在一起跑 超级炮弹 我记得上次的功夫 又好像不算很积极 我记得他踢过来 不过批个二档可能好跑些 超级炮无敌 减十磅 又叫做懂得赢过的马 可能叫做有些机会 真的暴风盒 难道要逼着选择 老实说暴风盒是一定的 拼这么多场都不行 第一名的话 你要认真考虑 不是说 根本不是状态有什么问题 或者这样 你再反过来想 或者是否真的 万事恩惠放 或者有没有其他马放 那你博拉门 是博派在前面走的那些马 再度一度它先 第一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